这个叫密封世界啊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因为旁边好像有军事设施 所以它从刚才很远的地方开始 就连续两公里 就是没有GPS 没有手机信号这样 手机只有两G能打电话 但是上不了网 然后它这个地方好像还挺神奇的 我们看一下它这地方 先看 有田田田四块一个 波罗包四块一个 弹塔八块钱三个 这个价格在景区里边 绝对良心了 我靠还有现场摇密 好像看 就是价格 一斤五十五 好像也还行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现场摇密了 好神奇 然后后边 避风养食区 然后后面就是 这应该就是风箱 这应该是真的 真的风箱 你看还有风笼在下面 很神奇 这个是卖什么的 好像吃 新鲜灵的果茶 卖果茶好贵 它这个果茶是好贵 我们看看它 船船中的四块钱一个的甜甜圈 长啥样 虽然我对甜甜圈的东西已经深恶痛绝了 我感觉我在澳洲把这辈子能吃的甜甜圈全吃过了 我看这小瓶子摆了一个一个的还挺好看的 看它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个 你看门口还有卖凉粉的 这里边还真的蛮漂亮的 这就是800元三个单卡 看它这个还是透明的档口 透明的档口 你看到里边在 确实很漂亮 确实很漂亮 但是我相信它这里边用的材料肯定不是它这生产的 就它这么点的地方不应该是不够hold住它的产量 还蛮不错 挺好的地方啊 如果你们来到此旅游的话 可以来这尝试一下马卡龙8块钱一个好便宜 马卡龙8块钱 就是鲜果茶就要坑了 那么如果你们到此路过啊 建议可以来试一试 这个价格不光是在景区十分良心啊 这个在广州的放眼广州啊 这价格都都十分良心 那么我们其实我们右手边呢就已经是广外的生活区 就是广外小园很很远一块了 但是它这边一直没有门呢 就没办法进去 我可能要绕到最前面啊 才能进到广外的里边 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微知小白与我互动 拜拜